喜欢春天的花香 夏天的海浪 秋天的枫叶 冬天的飘雪和每一天的你 大家好,我是橘子 我是我爸送给江绿的金丝雀 一开始我是不愿意的 但看到江绿那张敬畏天人的脸后 我同意了 甚至主动爬上了江绿的床 在我爸破产之前 我一直在国外读书 江绿从没见过我 我长得娇美身段也软 成功地留在了江绿身边 被他养在几百瓶的小洋楼里 江绿不仅人长得帅 活也好 除了不给我钱外 所有的吃穿用度一律是最好的 所以我爸破产与否 对我没有任何影响 圈里的塑料姐妹花 对我的行为嗤之以鼻 可我睡着她们 想睡而睡不到的男人 用着她们永远抢不到的最新款包包 有什么不知足的呢 这平平无奇而又奢靡的生活 她们是体会不到的 我就这样被江绿交养了三年 直到有一天 我听到一个消息 江绿的白月光许瑶回国了 许瑶这个名字 我在国外读书时就听说过 她和江绿一个是江家太子爷 一个许家小公主 两人从小就被称为金童玉女 在许多人眼中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我听别人说 她这次回来是要跟江绿定亲的 江绿洗完澡从浴室出来 带着一身水泣向我走来 我摊在床上 她居高临下地看着我 阴影下 她的眼神晦暗不明 再来一次 她语气低沉 沾染了些许情欲 我连忙摆手 不要了 腰疼 嗯 她坐上床 我立刻感觉身边她现去一块 很快带着她炙热体温的大手 便贴上我的后腰 不得不说 江绿很会照顾人 虽说我们的关系不对等 可她从来没有强迫过我什么 反而在这种事情上 十分尊重我 腰上的大手 动作轻柔地按摩着 被折腾狠了的腰 得到了舒缓 她距离我越来越近 她刚洗完头 碎发乖顺地垂在额前 整个人都显得柔和了几分 你有没有给别的女人按过腰 我突然脑抽 问出来这个问题 江绿在我腰后的手 瞬间愣住 我有些后悔 自己怎么突然问出来这个问题 没有 江绿的声音有些沙哑 平添了几分男人气 她身上薄红沐浴露的味道包裹着我 我突然有点难过 她要是和需要订婚了 那我可就再也睡不到她了 即便是金丝雀 那我也是一个有职业道德的金丝雀 或许是我低眉搭了眼的状态影响到了她 她给我柔腰的手力到中了几分 又用沙哑的声音补了一句 我就你一个 这话我是信的 毕竟一周七天 她能来找我六天 我不信她 还有精力去找别的女人 可许瑶这个名字 在我心中挥之不去 我可以做金丝雀 但不可以做小三 那许瑶呢 我转过身来 直直从床上坐起来 双手勾住她的脖子 她眼神按了几分 大手托住我的腰 声音冷得不近人情 沈星 这不是你该关心的事情 我第一次见到许瑶 是在商场里 某奢侈品牌 刚倒了一只新包包 我的贵姐约我过来 可等我到的时候 包包已经在许瑶手里了 她穿着一条白色长裙 黑色的头发 顺直地披在肩膀上 很符合白月光的刻板印象 我看过她的照片 一眼就认出了她 贵姐一脸歉意地跑过来 对不起呀 沈小姐 许小姐 她先你一步来的 我白白手表示没关系 转身要走的时候 却被许瑶的 一声沈小姐叫住 我回过头去看她 捋了捋刚烫的大波浪 冲她露出风情万种的一笑 她的表情又片刻崩裂 那流露出来的神情 仿佛是在骂我狐狸精 沈小姐对我这次回国的目的 应该也有所耳闻吧 许瑶喝了一口咖啡 带着温柔的笑意看向我 我和江绿的是 圈子里的人都知道 她从未刻意隐瞒过我们的关系 或者说她不屑于隐瞒 我想起两年前 我陪江绿参加一场酒会 一个光头男人喝多了酒 对我动手动脚 那个男人在圈子里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江家不少生意也和她挂钩 可江绿的拳头还是第一时间落在了她脸上 那时的我差点动了真心 我知道我自己的身份 我捧起咖啡杯喝了一口 咖啡苦涩的口感迅速在舌尖蔓延开 似乎苦到了心底 还有半个月 就是江氏的周年大庆 一般这个时候江绿都会特别忙 一连好几天见不到人都是正常的 在我准备离开的前一天 我给她打了个电话 不到半个小时 她便出现在了卧室里 想我了 她掐着我的腰 淡淡的薄荷香将我包围 我轻轻嗡了声 抬起头眼波流转望向她 今天我特意化了个纯玉妆 又胶又软地躺在她的怀里 她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 随即把我扔在床上 这一夜我缠了她好几次 要走了总得多睡几次 毕竟以后都睡不到了 第二天我醒来时 身边早已空空如也 我收拾了几件衣服 悄悄从后门走了出来 我爸在美国东山再起了 我要过去帮他 我读了这么多年的书 可不只是为了当金丝雀的 江绿处理公务的时候 从未避着过我 这些年在他身边 我学会了不少 我坐上飞机 有些细精地想 我果然是要当女主的 当金丝雀都是为了 忍辱负重地学习 到美国的第三个月 我爸的公司一切都走向正轨的时候 我怀孕了 我身体瘦弱 经常两三个月不来月经 所以就没当回事 直到我忙晕在办公室 我爸把我送到医院 才发现我有了 我的第一反应是打掉这个孩子 可当我的手抚摸上肚子的时候 我却犹豫了 算算时间 这个孩子就是我走的那天来的 我走的时候 没有带走江绿的任何东西 却没想到怀了一个孩子出来 医生也劝我留下这个孩子 我的身体一向不算太好 若打掉这个孩子 那么以后 我可能再也没有机会 拥有自己的孩子了 我在天台做了一夜 最终决定留下这个孩子 天高皇帝远 江绿又怎么会知道 我在大洋彼岸 生下了有着他一半血脉的孩子呢 孩子生下来 是个男孩 我爸特别开心 抱着皱巴巴的小东西给我看 你看 这是我的孙子 这还是我儿子呢 我在病床上虚弱地笑了笑 看着强保中丑丑的小孩 心里生出一种异样的感觉 好像昨天我也是个孩子 今天就突然变成了妈妈 我给宝宝起名神小宝 我爸说我这也太敷衍了 我却觉得挺好的 神小宝 我的小宝 神小宝一百天的时候 我刷到了国内江绿和需要订婚的新闻 两人郎才女貌 春风得意 订婚的事情在国内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我正正地看着二人的照片 指尖控制不住的 有些颤抖 直到小宝的哭声 才引得我回神 我爸的生意越做越大 我的生活水平也恢复到了他破产之前 我妈死得早 我是我爸一个人拉扯大的 虽然当年他出馊主意 让我色又江绿 想帮江绿这条大腿 但我知道他是爱我的 但凡我说一个不字 他也不会逼我 要是当年 我没有色欲熏心 妈妈 沈小宝的声音传来 随即一个小小的身影 便从休息室里哒哒哒地跑出来 妈妈 我应了一声 小家伙跑到我身边 抱住我的大腿 沈小宝越长越像江绿了 但他的性子却很软糯 我爸说这脸像我 妈妈抱抱 沈小宝张开双臂 大大的眼睛看着我 我心软得一塌糊涂 这个世界上 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宝宝呢 我把他抱进怀里 他小小的身体温温软软的 每当这个时候我就会庆幸 幸好我昏心了 不然怎么会有沈小宝呢 克里斯兴冲冲地拿着手机跑进我的办公室 沈兴 小宝宝的照片火了 他学中文不太久 总喜欢把小宝叫小宝宝 什么照片 我探头看过去 只见克里斯的手机屏幕上 是张神小宝在阳光下微笑的照片 一眼看上去 岁月静好 点赞过几百万了 他们都说小宝宝是超可爱的宝宝 还有你们中国的活动 邀请他去参加呢 我微微皱眉 我是不想小宝的照片公布在网上的 毕竟小宝长得实在太像江绿了 我接过手机 看着照片下的评论 好可爱的小朋友 好治愈的画面 这个孩子跟江绿好像啊 这条评论让我手指顿住 我点开楼中楼 已经有网友做了对比图 只不过照片中江绿冷着一张脸 这张对比图一出 引来了不少网友的共鸣 点赞都破十万了 江绿本人都生不出来 和他这么像的吧 看着评论 我心下一惊 手忙脚乱地删掉了克里斯发的帖子 以后公共平台不要再发沈小宝的照片 为什么 克里斯不解 没有为什么 我的音量不自觉地提高 克里斯吓了一跳 我的脾气一向很好 在公司都是我唱白脸 我爸唱红脸 他从未见过我如此大声地跟谁讲话 对不起 行 我不知道小宝宝的照片不能发 我要回国了 我爸要和国内的场合作 这是他只放心交给我 跟我一起回来的 还有沈小宝和克里斯 克里斯说他没有来过中国 当时沈小宝就在他怀里 跟着说 妈妈 我也要去 沈小宝已经快三岁了 我想也该带他回去看看的 一下飞机 我便看到了江市集团 那硕大的宣传业 江绿家的生意 这些年事越做越大了 我推了推墨镜 紧紧抱着沈小宝 沈小宝有样学样 也推了推自己脸上的墨镜 我在国内没什么朋友 所以也没有人值得我去叙旧 第二天我就跑到了 要跟我们合作的工厂 工厂资质很好 一番考察后 我把情况反馈给了我爸 夜晚沈小宝跟着克里斯玩了一天 晚上累得睡着了 我们订的房间在黄浦江边上 夜晚晚风清凉 我穿了一条红裙子 站在顶楼的露台上 放眼望去 将近美不胜收 晚风吹起我的裙摆 上海一如往日般繁华 咔嚓一声 克里斯拿着相机冲我走来 沈欣 你真的太美了 我笑着看向她 她从不吝啬对我的夸奖 即便是我们刚认识的那些天 克里斯是在我生产后来的公司 当时的我胖了20斤 穿着臃肿的长袍 并不算多胖 但对比起以前是差多了 那个时候她就夸我 夸我美丽 夸我漂亮 当时我还有些焦虑的 害怕自己身材走样不再美丽 这大概是女人的通病 可是后来我想明白了 有什么可以焦虑的呢 不管怎样 我都有自己的优点 胖了就减肥 没什么肯定好的 谢谢 我请你喝一杯 我看向露台三三两两坐落的宾客 招来服务生 要了两杯低酒精的鸡尾酒 然后带着克里斯坐了下来 克里斯酒量很差 一杯鸡尾酒 下肚她变红了脸 而我却像个没事人一样 沈欣 你真的很美 So beautiful 她的双甲染上飞红 保湿一般的眼睛直视着我 我喜欢你很久了 她突然说 我一时愣住 并未想过她会说出这种话 我知道你们东方人都很含蓄 所以一直都不敢告诉你 此时的她眼神躲闪了一下 似乎有些懊恼 我告诉你 这些并不是要给你压力 当然你也可以拒绝我 她恳切地看着我 像只渴望主人关怀的大狗狗 我一时被这样的眼神 看得有些心软 拧了口久 想着该如何拒绝才更委婉 她当然会拒绝你 这时 一道声音自不远处响起 风中隐约飘来熟悉的薄荷味 我整个人像被定格式的江柱 沈兴 将近四年 我再一次从江绿嘴里 听到我的名字 如同两声惊雷 直打我心底 我强装淡定地扭过头 去看向她 只见她面色阴沉 双眼布满了红血丝 身上还带着些许疲态 只是薄荷香 还是熟悉的薄荷香 四年了 你还知道回来 克里斯台眼望向她 这位先生 你是沈兴的朋友吗 要不要一起坐下来喝一杯 江绿没理她 自顾自地拖了把椅子坐过来 克里斯的眼睛 在江绿身上转了两圈 恍然大雾式地瞪大了眼睛 克里斯你先回去 我打断了她即将出口的话 我们的事 明天再说 克里斯尊重我 她看了眼面色不善的江绿 说了句 有事打我电话 江绿冷哼一声 十分不屑 我眉心不自觉地跳动了两下 有些头疼 也许是当年当了太久金丝雀 我对她莫名有些惧疑 但这并不妨碍 我嘴上不饶人 小江啊 好久不见 听到这个称呼 江绿的脸色又阴沉了几分 我却觉得有些好笑 她不说话 我低头将杯中的酒饮而尽 又招呼服务员来上两杯 沈欣确实好久不见 似是过了许久 她低沉的声音才在我耳边响起 她很喜欢叫我的名字 从前也是 上班前要说一句 沈欣我走了 下班回来要说一句 沈欣我回来了 江绿她并不是一个话多的人 当年为什么走 她问我 我一时间有些无语 她都要结婚了 难道还不允许我跑路吗 因为我不想当小三 有关系吗 没关系吗 我提高了音量 有些惊讶地看向她 你和你的白月光要结婚了 难道还要留着我这个情妇吗 你这样对得起需要吗 你把婚姻当什么呢 我实在有些生气 江绿 人不能既要又要 或许你真的看不起我 但我也有我自己的底线 说吧我站起身就走 走了没两步 便听到了江绿的声音 沈欣 知道你回来 我开了十一个小时的车回来 还有 我没结婚 可是 关我屁事 我头也没回得走了 考察的项目还在继续 第二天 我来到工厂的时候 却看到了江绿 听说沈小姐要跟我们跨境合作 这是她见到我的第一句话 这个公司我做过背调 和江家是一点关系都没有的 江总 我怎么不知道这家公司和您还有关系 刚买下来的江绿面色不改 那语气就像是买了个包子一样随便 我面上什么都没说 却在心里想跟他们有钱人拼了 所以说江总是要搅黄这次合作吗 不 江绿耸耸肩 双手摊摊望向我 我是来帮你达成这次合作的 我一时间真的摸不透她在想什么 但无非都是些想要哄我做她情妇的手段罢了 于是我双手一摊 如果你想讨好我 那真是太可惜了 我早就结婚 老公儿子都有了 江绿的脸色几乎是瞬间可见的阴沉下来 沈欣别开玩笑 随便你 我再度甩脸走人 沈小宝生病了 克里斯带着他在迪士尼乐园疯完了一天 孩子一出汗一吹风 就容易感冒发烧 为了降温药也没有用 我们只能带着孩子去医院 下电梯的时候 克里斯一直在跟我道歉 这事情不怪你 你又没当过爸爸 出了酒店大门 我刚要打车 一辆黑色的宾利便停在了我的面前 江绿摇下车窗看向我 我下意识地挡住小宝的脸 别挡了 我看过他照片 我很确定这是我的儿子 什么你的儿子 我扯过一旁的克里斯 顺手挽住他的臂弯 这是我和我老公的孩子 克里斯的脸瞬间红了 沈兴 你真是够了 江绿深吸一口气 孩子甚至生病了 赶紧上车 沈小宝折腾了一夜才退烧 江绿看着和他一个母子 刻出来的孩子 又看了一眼窝在墙角 昏昏欲睡的克里斯 一声冷哼从他喉咙里挤出来 接着鼻子不是鼻子眼睛 不是眼睛地看着我 这就是你跟那外国有人生出来的孩子 长得跟我真像 沈小宝醒来后很年江绿 刚开始的时候 江绿问他叫什么名字 他把头从被子里露出一半 用小奶音问声问气地说 沈小宝 说完又把头埋了回去 整挺害羞 我嘱咐克里斯看好他儿子 自己出去买早饭 回来的时候 沈小宝就坐进了江绿的怀里 两个一大一小的脸挨在一起 此时正值清晨 阳光干净 温暖异常 我把饭放在桌子上 江总 小宝都烧退了 你现在可以放心走了吧 沈兴 我不知道你怀孕了 我第一次在江绿脸上 看到了慌乱和愧疚 知道又能怎么样 你还能放弃和许老的婚约不成 我和他的婚约早就作废了 我一愣 自己当年只看到过他和许老订婚的消息 确实就没听到过后续了 我还以为他们早已修成正果 我去美国找过你 江绿的声音清清淡淡的 像是在讲一个平静的故事 可是美国太大了 我一有空就飞过去 找了你三年 也没能找到你 一夜没睡 此刻的江绿精神有些萎靡 像是卸下了伪装 他眼圈发红地看着我 几缕碎发垂在额前 居然显得有几分脆弱 我突然想起刚跟着江绿的那几个月 那个时候江绿刚刚掌权江家 并不经常回家 某天夜里回来 捂着胃告诉我他胃疼 我当时想 小说里说得真没错 十个霸总九个胃疼 我立即给他煮了一碗清汤面 吃完后他突然说了句 沈兴 我很孤独 当时的我并不理解他 但看着现在的江绿 我突然觉得他的孤独有些具象化 从医院出来的时候 克里斯凑在我身边 敲咪咪地说 沈兴 我觉得我可以和江先生公平竞争 此时的江先生正在我们两个身后 听到克里斯的话 他伸手插进我们中间 挤着身体进来 挡在了我和克里斯中间 公平竞争的话 克里斯先生下次说话 可以离远点 克里斯皮笑肉不笑 说出来他刚学会的网络潮语 好的 前夫哥 江绿 我和江绿的感情 有在慢慢修复 工厂的考察工作结束后 我和江绿签订了合同 我们的合作就算达成了 为了庆祝 江绿请我和沈小宝吃了饭 小孩子容易犯困 不到九点的时候 就趴在江绿怀里睡着了 虽然我不喜欢沈小宝过多的和江绿接触 可血缘关系真是神奇 我什么都没跟沈小宝说过 沈小宝就知道这是他的爸爸 只不过他从不叫江绿爸爸 吃完饭 我抱着沈小宝往酒店走 为了进一些我走的酒店后门 酒店的后面是一条干净的小道 不用绕弯 从后门进去会进很多 小宝醒了 在我怀里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 妈妈 你会和他结婚吗 不用猜也知道沈小宝说的是谁 我低头亲了一口他的小脸蛋 并不打算骗他 妈妈也不知道 未来怎么样 只有到了未来才知道 然而就在这时 突然有个人窜出来 猛地撞了我一下 小宝差点掉下去 连忙搂着我的脖子叫妈妈 我怕他受到惊吓 连忙停下脚步来哄他 可就在下一秒 我又被人狠狠撞得裂起 紧接着一双大手 从我的怀里抢走了我的孩子 被陌生人抱在怀里 沈小宝瞬间哭闹起来 我抬头看去 抢我孩子的是个高大的男人 他抱着孩子 就要往远处的面包车上跑 我甩掉脚上的高跟鞋 一边追他一边大喊 来人啊 救命 有人贩子抢孩子 可此时是深夜 这酒店后面更是空无一人 我又根本追不上那个人贩子 一时间 我感觉自己的天都要他了 我一边跑一边大叫 江绿这个时候赶了过来 看到人贩子他 一个箭步冲了上去 看他过去我连忙 对面包车进行了拍照 并且拨打了报警电话 沈小宝养得精细 比同龄的孩子要壮实不少 他在人贩子怀里不断地挣扎 踹人贩子所有他可能踹到的地方 咬着人贩子的手臂 因此人贩子跑得并不算快 江绿很快追上人贩子 他抓住那个抱着沈小宝的人的领子 往那人的脸上重重地砸了一拳 那人本就被沈小宝闹得站不稳 被江绿一拳撂翻在地 沈小宝迅速从地上爬起来 哭着冲我跑来 我把他紧紧抱在怀里 一刻也不敢松开 江绿发了狠地打难人贩子 这时他的同伙掏出了一把短刀 直直刺向江绿后心 江绿 我近乎是嘶吼出声 可还是晚了 那把刀扎进了江绿的身体里 那一刻我感觉我浑身的血液都倒流了 仿佛被刺中的不是江绿 而是我 走 他在倒下之前冲我喊 警笛声响起 那两个人落荒而逃 我颤抖着站起来向江绿走去 他穿着浅色衬衫 血流满了大半件衬衫 我颤抖得打120 泪水不受控制地夺框而出 江绿 江绿 你千万不能出事 你要是出事了 小宝就没有爸爸了 我搂着他的脖子 用手捂着他的伤口 一遍遍地叫着他的名字 泪水落在他的脸上 他却冲我笑 你看 我就知道你还在乎我 那一刻我想的是 只要江绿活着 要我怎么都行 医生说 那把刀如果再偏一点点江绿 就没命了 我真的太害怕了 怕还没有失而复得 就再次失去 再次见到许咬是在法庭上 那两个人根本就不是人贩子 而是他找来绑架沈小宝的 他想用沈小宝 威胁江绿 跟他结婚 这几年 许家一年不如一年 早已成了空壳家族 他只有和江绿结婚 才能救起他岌岌可危的家 可他失败了 除了牢狱之灾 和我的一个巴掌 他什么也没得到 他没有用婚姻拯救许家 反而加剧了家族的灭亡 江绿向我求婚了 我暂时没答应他 我还是要回美国去 和父亲完成我们的事业 我不否认我爱江绿 但同时我的事业也很重要 金丝雀的日子虽然好 但我不想再过了 我更想和他顶峰相见 于是江绿过上了两头飞的日子 他来到我在美国待的城市的时候 看着熟悉的城市 震惊道 我明明来这里找过你 但怎么就是没找呢 我知道你来找过我 我手上处理着邮件 思绪却飘到了刚生下小宝的时候 那个时候的我在看到江绿的第一秒 就躲了起来 因为我胖了二十多斤 我的身体和面部都变得臃肿起来 因为激素异常 皮肤也变得敏感冒斗 当时我自卑极了 别说是江绿 换成其他随便一个国内认识的人 我都会立刻躲起来 幸好有克里斯 他一直在赞美我 让我逐渐恢复自信 说到克里斯 他在公平竞争失败后 赖在中国不走了 他说中国这么美 他要去看看 然后大手一挥 就是一封辞职信 我和江绿最后还是结婚了 在国外的产业 也开始慢慢往国内搬 我们是在一个冬天节的婚 沈小宝都上一年级了 我们办了一场简单的婚礼 邀请了双方的父母 还有一些朋友 克里斯也来了 他的身边多了一个女孩子 婚礼结束的时候 天空下起了小雪 江绿给我拿了件大衣披上 他把我拥在怀里 老婆你看 我们的婚事上天也很满意 我抬起头望着天 你还记不记得 我们第一次相遇 就是在这么一个下雪天 那时候江老爷子为了锻炼你 让你坐公交车上下雪 结果你把公交卡弄丢了 是我给你刷了卡 什么 江绿一脸惊奇地看向我 怎么会是你呢 怎么不会是我呢 其实我没有告诉江绿 那个时候的我是个纯颜控 当时的他站在雪里眼睛 鼻子 嘴唇 都冻得红红的 漂亮的像只小兔子 大概那个时候我就被他的色讯了心 徐晓被关了十多年 他出来的时候 沈小宝都谈女朋友了 我们一家四口出来吃饭 他在这家餐厅里做保洁 看见是我们低着头快速离开了 后来我听说他找了个包工头老公 有点小钱 他就不上班了 那男人天天出去喝酒 回来一不顺心就打他 进了好几次医院 我于心不忍找人捎了信 如果他需要法律援助 我一定会帮他 可他却说 我是要毁了他的好日子 好家庭 那好吧 我也不当圣母了 菊子还带来了第二个故事 刚刚踏进民政局 我开始没来由地干呕 旁边的路人都好奇地看过来 这人怎么回事啊 对结婚过敏吗 我尴尬地想找个地方 旁边我马上就要离婚的老公 玉璃向我投来了疑惑的视线 没事 我肠胃不太舒服 去医院看看吧 没等我话说完 他已经拽着我往医院走了 到了医院才想起来 我们都没挂号 好在现在有智能科技 可以网上挂号 你帮我挂一下那颗 玉璃嗡了一声 手机上却显示着产颗 男人 你在玩火 来都来了 顺便检查一下吧 虽然但是 咱们不是说好的 今天离婚吗 现在在这里看病 是不是不太好 我刚才顺便看了下 今天的运势 不太好 不适合离婚 哇哦 真厉害 一个公司老板 不看财报 看运势 况且 我只听说日子不宜结婚 不宜离婚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敢问 您看的是黄历八字的运势 还是星座的运势啊 结婚三年 我第一次在玉璃的脸上 看见了窘迫二字 最后 玉璃拽着我做了一系列检查 抽血化验 医生拿着化验单 眉开眼笑 单子显示 确实是妊娠了 上次月经什么时候结束的 我脑子一片空白 根本想不起来 身后的玉璃 脱口而出一个时间 哎呀 这个老公还不错吗 医生满意地点点头 目前看来一切正常 怀孕四周了 孩子要不要啊 要 玉璃再一次脱口而出 我回头震惊地望着她 大哥 你生事忘记了 我俩准备去离婚来着 可是玉璃没收到我的眼神暗示 反而直接拉了个椅子 坐在我旁边 跟医生聊起了注意事项 不用紧张 第一次怀孕吗 外面都有注意事项 孕吐也是正常现象 保持愉悦的心情最重要 玉璃被挺得笔直 乖巧地点头 简直比她开会的时候还要认真 医生连连点头 临走前都还在赞不绝口 小姑娘 你老公还不错哦 我每天接待这么多人 就你老公是最认真了 我勉强笑了笑 跟着玉璃离开了医院 玉璃发动汽车 车辆明显是往回家的方向开 回来时 我们路过了民政局 我才猛然反应过来 咱们不是出门离婚的吗 我怎么突然揣了个仔啊 你想让孩子一出生就没有爸爸吗 我瞬间就沉默了 毕竟我从小就在单亲家庭长大 这样的苦我也受过 所以为了孩子的身心健康发展 这婚不能离了 可是她现在只是一个胚胎呀 心脏都没长出来 怎么就身心发展了 玉璃没说话 只是默默踩下油门 车辆加速 很快到家 刚一进家门 我就看见婆婆快步朝我迎过来 距离我一步的位置 她停下脚步 手在半空中乱晃 眼神亮晶晶地看着我 妈妈 你怎么了 怎么感觉今天这一大家子都不正常 你怀孕了 婆婆激动得手都不知道往哪放 刚想摸摸我的肚子 随后又收回手 嘴里念念有词 不行 不能摸 摸多了会期待绕紧 妈妈 她现在还没有脖子 况且 怎么大家都知道我怀孕了 我走进家门 差点没闪瞎眼 桌上摆着许多的珠宝首饰 边上还放着好几大现金 平时一向不苟言笑的公公也罕见露出笑容 小小回来了 赶紧坐下休息吧 婆婆赶紧招呼我坐下 开始给我介绍桌上的珠宝 这些现在都是你的了 我激动得差点没给她跪下 以后你就是我亲妈了 作为过来人 我知道怀孕辛苦得很 以后你有什么不爽的 就找玉璃发泄出来 千万被闷在心里 产前产后都很容易得抑郁症的 产前产后 妈妈 你怎么知道我怀孕了 婆婆明显一愣 狱里发了朋友圈啊 还在家族群里发了化验单 你那个当医生的姑妈 一眼就看出来了 等会儿我们再给你发红包啊 我顿时感觉两眼一黑 也就是说 七大姑八大姨都知道了 等公公婆婆离开后 我躺在沙发上消化事实 旁边的手机响得不停 我拿起来一看 全是来自家族群的 从我婆婆开始 人人都在发转账 只能我一个接受 最关键的是 大家发的红包数额都不小 上次这种待遇 还是我和玉璃刚刚结婚的时候 正想的出神 玉璃端着一杯温水 递到我面前 喝点水吧 她将水递给我 又开始收拾桌上婆婆留下的珠宝 我给你用盒子装好 你自己放进保险箱里吧 在家里 我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保险箱 密码只有我自己知道 专属于我的小金库 玉璃 我们今天不是去离婚的吗 怎么突然有了孩子 还收了这么多礼物 我突然反应过来 将手边的抱枕扔过去 禽兽 你什么时候没带的 玉璃被抱枕砸中也不恼 甚至嘴角还出现一抹笑意 既然都怀孕了 说明孩子和我们有缘 干脆顺其自然把孩子生下来吧 话虽如此 可是你忘了吗 我们是契约婚姻啊 结婚前我们就说好了的 扮演三年安爱夫妻 三年之后就离婚 怎么现在婚还没离 孩子就来了 三年前 我父亲突然得了重病 我刚刚大三 每天学校医院两头跑 还在为了医药费发愁的时候 正好在医院里撞上玉璃 玉璃比我大两届 我们不同专业 平时的交集少之又少 只有在学生会的时候 打过几次照面 我下意识想要躲开 却被玉璃抓个正着 我最近很需要一个 可以结婚的对象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结婚 你父亲的事情我来解决 玉璃开出了我无法拒绝的条件 再加上当初在学校时的那点春心萌动 我几乎是毫不犹豫就答应了 问起当初为什么选择我 玉璃眼神有些回避 我爷爷身体不好 临终前想看着我结婚 正好就遇见你 又是我学妹 性格也是我爷爷喜欢的那种 确实 玉璃的爷爷十分喜欢我 应该说他家里人对我都挺好的 可是我这样普通的性格 人堆里面应该能找出不少 不知道这便宜 怎么就掉在了我头上 最重要的是 结婚前还体弱多病的爷爷 结婚后身体素质突然提高了 还能时不时出门跑步 显着没事在家里恋恋太急 我看着我面前认真整理东西的男人 不由深思 当初你该不会是故意骗我的吧 三年之后就离婚 不会是什么幌子吧 说什么呢 怀孕了就不要乱想 玉璃站起身 转身进了厨房 桌上的珠宝已经全部装好 我将它们全部放进了保险柜里 保险柜里还有不少的东西 都是结婚三年 公公婆婆送的 还有一部分是玉璃送的 婆婆偏好送各种珠宝首饰 但是玉璃更直接 结婚后直接将现在住的房子 过户在我名下 还有市中心的一套学区房 不知不觉 我都快成为小富婆了 就算以后和玉璃离婚 我也能把小日子过得十分滋润 果然 当初答应结婚 是一件正确的决定 越想越开心 我哼着搁下楼 玉璃正在厨房里忙着做饭 说来也奇怪 玉璃怎么看都像是小说中的霸道总裁 家是好 长得好 自身也有能力 可是小说里的总裁毛病 他是一点没有 尊重女性 不爱挑毛病 没有洁癖 没有胃病 最大的兴趣爱好 居然是做饭 擅长各种甜品的制作 为此家里面还背着各种各样的烹饪工具 来吃的草莓 正思考的入神 玉璃突然转身 修长的手指捏着一个鲜红的草莓 递到我面前 我接过草莓 看着正在挤奶油的男人发呆 直到电话铃声突然打破了瓶颈 手机在我外套里 帮我拿一下 我赶紧拿来手机 是助理打来的电话 你接就是 我接起电话 平时冷静严肃的助理 此刻说话 竟然带着一丝小心翼翼 玉总 你现在忙吗 我看了眼专注给蛋糕抹面的男人 应该也算忙吧 他就在我旁边 你有什么事情吗 是夫人吗 啊 太好了 好在哪 不知是不是我的错觉 助理说话的声音 都明显放松了不少 我就是想给玉总说一声 之前定下来的那位合作商 上午十点左右会来公司 所以我来确定行程 玉璃和助理交代了几句 才挂掉电话 整整一天 我都还没从怀孕这件事情上反应过来 以至于晚上刷牙的时候 我还在镜子前 倒通我的魔幻舞步 直到玉璃漆黑着脸色 出现在我面前 你不怕在浴室里摔跤吗 摔倒了 再爬起来呗 话音刚落 我才反应过来 我肚子里揣着个仔 好在玉璃只是瞪了我一眼没说话 第二天一早 婆婆就让人送来了好几套衣服 据说是可以防辐射 穿鞋的时候 我特意挑了双平底鞋 玉璃还是看着我皱眉 要不你别去上班了吧 就在家里好好休息 听听 这就是资本家的嘴脸 上班可以想不去就不去 你打算让我未来九个月都待在家里 玉璃想了想 还是同意了 其实大学毕业之后嘛 我就在玉璃的公司工作 最开始的时候我也想过去其他公司 但是职场内卷过于严重 每天加班加到昏天黑地 最后被男人紧急叫停 打包到了自家公司 好在我平时做的财务工作 基本白天也见不到面 下班在一起回家 刚一进公司 同事就神秘兮兮的凑过来 我告诉你一个八卦 财务科基本都是女孩子 聚在一起谈论最多的事情就是八卦 以至于现在我看到同事这种表情 都已经免疫了 是哪位明星又抱出来孩子了 不不不 是咱们公司的事情 关于玉总的 我的手顿了顿 刚刚坐下 同事递给我一张照片 有人拍到 昨天玉总去了医院 还是妇产科哦 照片里 玉璃就站在化验室前排队等着结果 我看着照片心里咯噔一声 谁拍的呀 不会拍到我了吧 当初进公司的时候 我刻意隐瞒了和玉璃的关系 就是为了和同事快乐打成一片 要是现在爆出来 不就前功尽弃了吗 我的一个朋友 昨天去医院产检 说遇到了一个超级大帅哥 我一看 这不是我们玉总吗 同事十分得意 拉着我的手讲个不停 你不知道 你来公司之前 玉总就已经结婚了 结婚的时候 还给全公司都放了一天假 还准备了洗糖 我当然知道了 结婚的时候 我还跟老师请的嫁出去 领的结婚证 不到半天的时间 玉璃去妇产科的事情 已经传遍了整个部门 每次听到这个八卦 我都会心脏一紧 中午的时候 正准备去食堂吃饭 玉璃的消息过来了 中午我要和合作商吃饭 你也一起过来吧 我正想回绝 那头消息又来了 我在办公室等你 很好 领导的话就是命令 趁着没人注意 我到了顶楼办公室 顶楼的气氛完全不同 安静宽敞 助理在门口迎接我 一看到 我就眉开眼笑地 将我带到了会议室 我这才发现 会议室里还有几个陌生的面孔 其中有一个长相美艳的女人 从看到我的第一面开始 眼神就极其不善 这位是 玉璃走到我身边 自然地牵起我的手 这位是我太太王小小 女人的眼神中带着审视 半晌后才站起身 朝我伸出手 你好 我叫安娜 可能是女人的直觉 安娜看着我的眼神明显不怀好意 但是我们第一次见面 我也没有得罪她的原因吧 唯一的可能还是出现在玉璃身上 真是的 什么年代了还搞辞尽这一套 我伸出手 短暂地交握之后 安娜问起了中午吃什么 玉璃的助理立刻站出来 说了好几家餐厅 城南的那家西餐味道很不错 而且有些口味很清淡的菜式 并且水果很多 夫人刚刚怀孕 应该很合适 干 这么快助理都知道我怀孕这件事情了吗 听到怀孕两个字 安娜瞬间变了脸色 半晌后才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 夫人都已经怀孕了吗 真是看不出来 不知你们结婚多久了 三年了 我俯上小妇露出幸福的微笑 安娜的手逐渐握紧成全 饭桌上 安娜时不时说起在国外的见闻 玉璃都礼貌地回应了 只是手上的动作不停 很快将切好的牛排和我调换 安娜咬咬牙 将视线落在我身上 说起来 夫人也是在玉总的公司工作吗 我点点头 安娜的眼神更加得意了 还真是羡慕夫人 丈夫就是老板 工作应该很轻松吧 不像我们还要卖力地打工 没有这份福气 放屁 月末加班的时候 我也从来没有缺席过好吗 平时生怕迟到 被扣全勤 可能就是不同命吧 我也就经常安慰自己 不依附男人 做一个女强人挺好的 闯出自己的事业 将来和老公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也可以更好地辅佐她 我撑着下巴 耐心地看着安娜表演 这种阴阳怪气的语气 我要是还没听出来的话 真是白瞎 我这些年看过的小说电视剧 哎呀 我是不是话说得太多了 我真的不是在说 夫人你哦 你千万不要介意 说着 安娜还得意洋洋地看我一眼 我为什么要介意呢 我觉得您说的挺对的 只是女性选择什么样的道路 都是自己决定的 有些女性可以选择在事业上发光发热 有些女性选择辅佐丈夫 说白了 女性无论做出什么样的选择 她都是伟大的 不应该因为赚钱的多少来贬低自己 玉里看了我一眼 将刚刚包好的虾放在我碗里 你说得对 老婆辛苦了 安娜紧咬着下唇没吭声 只是七牛排的手越来越用力 还以为多高的倒横 结果说两句就生气了 我耸耸间 继续享受我的午餐 直到用餐结束的时候 沉默了许久的安娜 才突然说出口 对啊 上个星期我遇见了乔西 她还问起你 听说她大概下个星期要回来了吧 虽然没听过这个名字 但是安娜说出口的时候 我注意到玉里有短暂的失神 但很快恢复正常 是吗 那看来她的游学之行结束了 我应该好好恭喜她才是 当然了 她还是和几年前一样 一点都没有变化 还是一头长发 喜欢穿白裙 白裙 长发 我突然感觉莫名的熟悉 离开餐厅的时候 我才猛然想起来 玉里的书房里有一张油画 画的就是一个白裙长发的女孩 我曾在书房找文件的时候看见过 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 但是办公的时候 抬起头又正好能看见 甚至好几次我都看见 玉里看着那幅画出神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什么大事的作品 但是直到安娜说我才想起来 之后的几天 玉里都十分忙碌 听说和安娜的这次合作 是本季度最重要的合作 连带着我们财务部都忙碌起来 各种报表数据统计数不胜数 吃叶酸的时候我才想起来 玉里在公司连着加班好几天了 晚上我又是一个人回的家 鬼使神差地去了书房 仔细打量着那幅画 画中的女子站在树下 长裙飘飘 一头长发披散在脑后 光是背影都可以想象 是怎么样的美人 我看了半晌 突然一股恶心感涌上来 我冲进厕所 在马桶上吐得昏天黑地 我记得玉里是会画油画的 所以那幅画是她亲手画的吗 画上的女人 是不是安娜口中的乔西 她和玉里又是什么关系 一连串的问题压在我的脑海里 让我喘不上气 本来打算找玉里问清楚的 可是当晚人没有回来 第二天一早 我刚进公司 就被领导抓去做文件 这个文件很重要的 等会儿要上去给玉总和合作商看的 认真点 我点点头 正好手机里传来玉里的短信 来查看我有没有吃早饭 回复完毕之后 我抽出了许久 还是关掉了手机 算了还是当面问比较好 文件好不容易整理完毕 领导直接把我一起带去了会议室 万一等会儿出了什么问题 你在旁边也能解释一下吗 领导一副如临大敌的样子 不知道还以为玉里会吃人一样 会议室里坐了不少人 玉里和安娜坐在守卫上 下面还有很多我没见过的陌生面孔 大概都是合作商公司的人 正常 谈合作就是这样 咱们找个位置 站着当背景板就行 领导拍拍我的肩膀 反正你穿的平底鞋 站两个小时不费劲 我点点头 刚准备找个角落装空气 玉里的助理 已经拿着两个椅子过来了 哎呀 这怎么好意思 麻烦您亲自拿过来呢 领导忙着和助理客套 我抬眼就对上玉里的目光 眼中还带着一丝笑意 他拿出手机 不知输入了什么 很快我收到消息 要是有哪里不舒服 就告诉我 我心头一暖 朝他点点头 会议室的氛围十分严肃 双方谈判你来我往 力求要将利益最大化 好不容易敲定完 大部分细节 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后了 我借口上厕所出去透口气 在洗手间洗了把脸 正打算离开 没想到被安娜拦住了去路 夫人真是辛苦啊 怀着孕 还要辛苦工作 我轻笑一声正要离开 安娜却突然抓住我的手 是爱岗敬业啊 还是担心玉总看上了其他女人 所以才要贴身监视 安娜看着我似笑非笑 或许夫人是在借怀乔西的事情吧 又是乔西 我有什么好借怀的呢 说实话我都没听说过这好人物 我和玉璃结婚三年了都没听过 说明不是什么重要的人 安娜瞬间阴沉着脸色 抓着我的手逐渐收紧 有时候不敢说出口 可能是无法忘怀 也可能是 还没有对夫人这么交心吧 这个女人 脸皮真是厚到一定高度了 我轻叹一声 甩开她的手 那么就请你说说 这位乔西是哪号人物吧 既然安娜能趁着合作的间隙 都要找过来提起乔西 肯定不单单 只是说起这个名字这么简单 正好也可以让我打听一下 乔西到底和玉璃发生了什么 那夫人可要坚持住 毕竟你还怀着孩子 不能生气 安娜得意洋洋地看我一眼 好像夫人是玉总的学妹吧 实不相瞒 其实我和乔西 还有玉总大学的时候是同学 只是大二那年我们俩就出国了 乔西和玉总当年 可是大学里人人赞叹的一对 乔西是校花 校花校草的爱情 全校都羡慕 当时玉总和乔西出双入对 只是后来乔西出国两人分开了 你说这算不算可惜啊 我沉默了许久 看着面前高傲得意的女人 然后呢 这有什么好可惜的 你说什么 我说既然两人这么相爱 为什么会分开 谁大学的时候没有谈过恋爱 你说这么神秘 我还以为乔西以前救过玉里的命呢 结果搞了半天 只不过是谈了一年的前女友 我和玉里结婚三年了 不管怎么说也是她老婆 我们没离婚之前 前任再怎么想上位 也要掂量掂量自己吧 安娜脸色瞬间变得阴沉 那我们就看看 乔西很快就回来了 看看你还怎么嚣张下去 说完 安娜恶狠狠瞪了我一眼 扬长而去 晚上玉里难得处理完所有工作 和我一起回家 我偏头 看向开车的男人 玉里模样好看 第一眼看过去 就能牢牢吸引所有人的视线 以前上大学的时候 我就是冲着这张脸 加入了学生会 只是当时的玉里 已经大三了 听说还在外面 和几个朋友联手创业 因此我在学生会 看到她的机会少之又少 唯一一次近距离接触 就是学生会聚餐的时候 玉里罕见地出席了我们的聚会 大家窜多着喝酒 但是我滴酒不沾 玉里也因为当时吃了药 于是我们两个不能喝酒的人 坐在另一边 抱着两杯饮料说话 但是那晚是我大学时光里 记忆深刻的一晚 玉里就坐在我旁边 昏暗的灯光下 和我谈天说地 纵使我的话题 有多么枯燥无聊 她也耐心听我说完了全程 你一直看着我做什么 等红灯的间隙 玉里突然偏头看向我 我在想你怎么长得这么好看 这么多人惦记你 你说的很多人里面也包括自己吗 玉里偏头看向我 雨气中带着细血 结婚之后我可是很洁身自好 保证没有在外面拈花惹草 唯一招惹的只有你一朵鲜花了 那乔西呢 玉里明显一愣 嘴唇如动了半晌 我坐在副驾驶上耐心等着她的答案 那是过去式了 绿灯开始后 玉里发动汽车 心情却不似之前 今天安娜找我说话 一直提到乔西 他们关系很好嘛 你和乔西以前发生了什么 Z 我们确实发生了一些事情 无关爱情 我早就不爱她了 更多的是出于一种愧疚 愧疚 我有些疑惑 等着玉里的下文 至于安娜 其实她和乔西关系不怎么好 一直向你提起她 可能是因为想让你生气 让你在我面前无理取闹 我就没时间想合作的事情 借此 他们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 玉里的话 让我心里一惊 我以为乔西和安娜是多好的关系 安娜是在为朋友抱不平 没想到是因为牵扯到自己的利益 难怪安娜 要在讨论合作的间隙来找我说话 原来是故意掐好了时间 幸好我没有发脾气来烦你 不然这合约可就毁在我手上了 话音刚落 玉里却瞪我一眼 所以听到我以前的情史 你就一点都不生气吗 我下意识想要点头 话到嘴边 却又沉默了 说不在意是假的 不然我也不会在书房里站许久 就为了看一幅画 可是我始终记得我和玉里 当初是因为合约才结婚的 虽然现在三年时间到了 我意外怀孕 离婚的事情也不了了之 但是这件事情 如同扎在我心里的一根刺 让我一直记挂着 直到晚上回家 我都放不下这件事情 晚上玉里躺在我身边 手上还拿着一本关于怀孕的书籍 看得津津有味 书上说 怀孕之后吃东西会没胃口 你最近饮食怎么样 我仔细思考了一下 能吃能睡堪比小猪 说明我们的宝宝还是很心疼妈妈的 说着玉里的手已经扶上我的小腹 好神奇啊 感觉小腹已经有点凸起了 是不是因为孩子正在一天天长大 没有 是因为我晚上吃太多了 那都是我的肉 原本温馨的气氛被我瞬间打破 玉里小声骂了一句不解风情 就在这时 手机突然响起 打破了室内的寂静 玉里拿过手机 是一串陌生来电 但是她却瞬间变了脸色 她接通电话 摁下了免提 玉里 电话那头是一个温柔的女生 温柔的仿佛能掐出水来 我回国了 现在刚下飞机 我第一反应就是乔西 朝玉里比了嘴形 她点点头 嗯 恭喜你毕业 没什么事情的话 我就先挂了 你能来接我吗 我不想给家里人打电话 此时此刻 我应该大度一点 让玉里去接人 还是应该拉着人不让走 你不可能永远不联系家里人吧 可是我今晚 真的不想给他们打电话 而且现在已经很晚了 他们不会接我的电话的 玉里 只是这一晚而已 乔西的声音带着急迫 隐隐透露着哭腔 国内现在发展挺好的 打车非常的方便 你可以下载一个打车软件 就这样吧 没等乔西说话 玉里立刻挂掉了电话 我将男人的举动收入眼中 心中的好奇逐渐扩大 当年你和乔西到底发生了什么 玉里沉默地看了我许久 最后伸手紧紧抱住我 大二的时候 我忙着学业又时不时要去我爸的公司 帮着打打下手 因此冷落了乔西 我们经常吵架 后来就提出了分手 没过几天 我送一个合作商回酒店 但是被乔西误会了 他自己去了酒吧买醉 然后说到一半 玉里突然顿住了 他喝醉了 在酒吧里遇到了一些不好的事情 漂亮女孩在酒吧里买醉 我大概能猜到后续事件了 那后来呢 乔西的父母思想很传统 对这件事情很生气 后来乔西患上了抑郁症 因此去了国外治疗 安娜不知道这件事情 以为是她去了国外 我们才分开 我心中瞬间了然 就算有人问起来这件事情的真相 玉里为了乔西 肯定也不会说出来 难怪这么多年 她一直放不下这件事情 难怪你要在书房里放她的油画 我心中释然了不少 刚准备安慰她几句 玉里突然抬头看向我 你说什么油画 就是书房那幅啊 白裙子长头发的 玉里愣了许久 一双眼里都是震惊 半晌后才吐出几个字 那是我妈 尴尬了 于是 大晚上两个不睡觉的人 在书房里研究那幅油画 玉里甚至翻出 婆婆年轻时候的照片 给我对比 有段时间 我妈沉迷画油画 说要记录自己年轻的时候 就在书房里挂了一幅 这房子最开始是他们的 后来我毕业了才送给我 这幅画挂在那里 就一直没撤下来 我看着面前的画和照片 恨不得找个地方钻进去 所以你其实是别扭的 一直记着照片的事情 玉里四笑非笑地看着我 眼中还有些得意 吃醋了 为什么不说啊 你问我 我肯定会给你解释的 经常吃醋对孩子不好 走开 我生气地推了一把 要是能穿越回去 我绝对不会问 这个傻瓜问题的 因为这幅画 玉里一个人 得意了很长一段时间 甚至时不时 都会提起这件事情 其实你是爱我的吧 不然你不会吃醋的 你干脆承认了 我咬着牙 坚决不愿意回应这个问题 月底的时候 我和玉里一起去产检 指标一切正常 本来还在高兴 结果第二天回公司 我就收到了众人的眼神洗礼 好啊你 小小 这么大的事情 你居然不告诉我们 我一头雾水看着同事 直到他拿出了一张照片 照片里是正在等产检报告的玉里 旁边还站着正在啃面包的我 所以我这是掉马了吗 我怀孕一试 受到了同事们的广泛祝福 但是他们话语中的拘束也让我明白 从此茶水间八卦再也没有我的位置 越想越难过 我趴在桌子上发呆 看着落地窗外面的景色 却在公司门口看到了一个熟悉的人 是安娜 但是合约都签完了 她出现在公司干什么 没一会 一辆红色的跑车停在门前 车上下了一个漂亮的女人 虽然墨镜遮住了大半张脸 但是一头柔顺的长发再配上白裙 第一眼看过去 就让人觉得这是个美人 两人在公司门口说了几句 没一会儿就挽着手一起走进公司 安娜不紧来 还带了一个女人过来 我脑海里瞬间出现了乔西的名字 安娜让乔西来找玉里 我带着疑惑直接去了顶楼 反正现在身份也藏不住 我大大方方上楼也没什么 顶楼宽敞又安静 我走到玉里的办公室门前 还没开门就听到里面的声音 你怎么能这么狠心啊 当年你和乔西多好 为什么现在你却和别人在一起了 是安娜的声音 听起来就像是帮自己的好朋友来找渣男要个说法的 安娜 这是我们之间的事情 你要是没事的话就先离开吧 行 我走行了吧 说着脚步声越来越近 我还没反应过来 办公室门突然打开 安娜和我撞个正着 你怎么在这儿 安娜看着我冷笑 该不会是担心自己的老公被抢走吧 所以赶紧上来看她 还没等我说话 玉里已经脚步匆匆走过来 将我转入怀中 安娜狠狠瞪了我一眼 转身离开 我第一次见到乔西 不愧是当年的笑花 长着一张我见油帘的脸 特别容易激起人的保护欲 这是你太太吗 和你很配 乔西微微一笑 视线落在我的小妇说 我听说她怀孕了 恭喜你呀 要做爸爸了 谢谢 玉里不嫌不淡地回应一句 拉着我坐在沙发上 你来找我有什么事情吗 乔西抬眼看了我一眼 很快又一看视线 没什么 国外带够了 想回来看看 听说你结婚了 就想看看是谁能驯服你 今天才得知你太太怀孕的消息 我也没来得及准备礼物 下次吧 玉里拉着我的手微微收紧 半闪后才开口 谢谢 我们现在过得很幸福 当年的事情 我很抱歉 话音刚落 一滴眼泪从乔西眼角滑落 她赶紧擦拭掉 挤出个笑容 没关系 都过去了 那天晚上的电话 我很抱歉 后来我才知道 你早就联系了我爸妈吧 我一出机场就看见了 这么多年过去了 他们好像也变了很多 乔西说了两句话就要离开 临走前目光 又落在我身上 我能看出来 玉里很喜欢你 她看你的眼神 和当年 看我完全不一样 祝你们幸福 直到乔西离开 我看着她远去后 内心五味杂沉 玉里拉着我的手轻叹 当年的事情 总觉得是我对不起她 如果当时我拦着她 有可能她就不会遭遇那样的事情 一个如花般的女孩子 遭受这样的苦难 换作我是玉里 心里同样会愧疚 好在玉里永远分得清 愧疚和爱情 永远将我的感受 放在第一位 玉里 你是不是特别喜欢我呀 这你都看不出来吗 我要是不喜欢你 会和你结婚 说着 玉里还没好气地 白了我一眼 有些人真是不解风情 三年时间一到掐着点就要离婚 要不是我提前留着后照 现在还不知道去哪找你 我就知道我怀孕 这是肯定是你策划的 我气不过伸手将抱枕 砸在玉里身上 那你是什么时候喜欢我的 玉里挑眉看向我 说不上来 第一眼的时候就注意到你 其实聚餐那天我没有吃药 我就是想和你说说话而已 我瞪大眼睛 不敢相信 我自以为的浪漫邂逅 其实是某些人蓄意为之 幸好上天为我们定下了缘分 让我们可以一起步入婚姻殿堂 才有了现在的幸福生活 不太过 为情 io 好的 诟伍 诞 诞